按鈕叫三合一 所以其實應該把這個系數搬到下面好了 這兩個往下搬 那如果你要往下搬 你這兩個按鈕怎麼移動它 比如這兩個要往下移 你可以記一下Ctrl鍵按住之後再選這兩個 Ctrl按住 再選這個 再選這個 然後往下搬 它就移一個空間 然後呢 這個要移到這邊 所以點旁邊一下取消 然後再點它按Ctrl鍵 然後把它往下搬 把它放這邊 有沒有 然後上面的話要增加一個叫三合一 那怎麼增加比較快 我的習慣是乾脆複製它 複製這一個 然後把它貼到上面 這邊點一下貼上CtrlV 然後往下移動 OK 你說老師這個不叫三合一是系數 沒關係你可以改 怎麼改 按右鍵 重新指定 叫做三合一 那名稱的話 一樣把它複製一下 再按確定 把那個名稱呢 點這邊一下有沒有 按Delete 把它貼上 這樣就有了 OK 所以把它這樣就出現嘛 三合一清除 然後三合一 也這樣子就有了 完了這樣就更完整了 有沒有 之前的話 如果沒有三合一呢 那變成你要一個一個慢慢點 感覺沒效率 不過已經都很快了 那今天的話多一個這個三合一 清除 三合一 清除 那當然呢 最後我跟各位講一下 今天的作業基本上就是多增加這一個 然後這個程式精簡 另外的話清除部分能不能精簡 最後講一下清除 清除這邊有三個動作 那跟各位講 其實清除如果你要更精簡的話 其實只要一行程式就好了 這些全部不需要 那你只需要記一個什麼呢 因為它的範圍是你要清除的範圍是從C2有沒有 一直到哪裡呢 一直到1的58 所以呢 其實有一個更簡單的寫法 連入字都不用 就是說你跟它講範圍 範圍的話 跟它講說range 哪裡呢 C2 到哪裡 到1的58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你後面就加一個等號 給它沒有東西 這樣的話呢 其實 也就等於什麼 等於清除 所以 如果你假設 因為之前我們錄製錄了三行 三行其實做什麼事 其實前兩行是選範圍 最後一行才是清除 叫什麼 點clear contents 其實我們是把那三行的動作 這個等於是前兩行的動作 其實我們就直接選 直接告訴它這個範圍 最後一行就是等於空的 所以把它寫在一起 當然如果你會自己寫清楚的話 理論上你就不會用錄製的 不過當然兩邊可以達到效果 只是說如果你要精簡的話 這樣應該更精簡 OK有沒有 把那個range範圍給它 然後後面加一個清除 那除了可以加這個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用錄製的是叫什麼 clear contents 有沒有 這邊有clear contents 這樣也可以啦 有沒有 我們好像本來的程式是什麼 本來的程式好像是 本來的程式是寫成什麼 清除在這裡有沒有 本來是clear contents OK 那我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清除另外一個寫法 就等於空的也可以 兩個方法 好 這樣就更簡單了有沒有 這個蠻好記得 以後如果你要清哪個範圍 我就寫這樣 Range等於兩個雙以後 OK 那我試試看好了 清除的話 所以三合一 清除剛剛只有變一行 對不對 按下去 更簡單 有沒有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樣嘛 所以你不會寫用錄的 你會寫 那直接輸入就可以了 OK 所以請各位 最後呢 再把那個 這邊加一個按鈕 然後呢 再把清除的部分 再稍微精簡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 畫面再還給各位 今天的練習作業 就是把這個部分完成 把它上傳就可以了 畫面還給各位 好嗎